我跟鄉親的支持 我其實真的是蠻感動 鏡頭前用客家話答謝客家鄉親 搶在6月5號下午 民進黨討論北市大安立委提名前夕 客家界發出一封 給賴清德的連署聲明公開信 說大安區是全台北客家人口 最多的地方 客家鄉親不分藍綠支持謝沛芬 因為他是客家之光 懇請賴清德身體力行 展現對客家鄉親的重視 包含多個本土社團成員 和蔡英文總統的克宇老師黃永達 都署名支持 其實我們人口還是蠻多的 然後其實平常是比較隱性的 所以他們很希望說 台北看到一位客家代表 他們可以盡力出去拉票 盡力說這個是客家人 希望大家支持 打著客家子弟的名號 這字字句句打中賴清德心砍 因為全台比例占將近兩成的客家票 賴清德很重視 極力拉攏民進黨逐漸流失的客家票源 甚至在4月12號提名記者會結束後 直奔的第一個行程 就是台灣客家聯盟協會座談 但現在恐因民主大聯盟的立委提名 讓努力化為烏有 相信土清更要拉攏人心 客家人的團結意識 為大安區的立委徵召 在天變數 進行黃軒劉威廷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